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个星期给大家介绍 就是从维士学的观点来看这个舍 其实它的舍的重点 是在第七世的那个莫纳世的地方 那么我们的其实 心灵世界里头 我们的心理上会有执着 会有侵染 所谓执着就是 我这个东西我执得很深 它就会形成结 所以佛常告诉我们 你只要执着的时候 就会产生了结 这个结就会产生解锁系法 然后你就会又来结以后也会随时 这怎么说随时 随时不是重欲吗 重欲怎么跟结有关呢 人活着一定有欲望 哪一个人没有欲望 请在座哪一个人举手告诉我 说你没有欲望 你真的没有欲望的时候 就变得很沮丧 什么都没有 而且真的一点都没有了 可是那样子的话 你活得下去吗 生命就没有了 有 可是这里面一打了结以后 那这个欲望会变成重欲 所以我们对于生活中的 种种的贪嗔吃慢疑的事情 或者是名财力养的事情 或者我们对于自己所期待的 这个六根的一种贪质的这个部分 通常都是心里面有了打结才会厉害 那么心里面有了不安 有了过去的这个累结 或者是金事所打下来的 那个结在那个地方 这个结会在我们欲望的需求上 自然就会表现得非常厉害 每一个人本来就对于 他自己生活中的言而彼所生意 都需要一些他的需要 你身体也有需要需要 可是正常的需要没有问题 可是你这个只要一变成 有了结以后 就会非常的直取它 那么我们说最后面 还是由这个结所产生的 那么 这个 维世家告诉我们 如果你没有办法舍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这个结就打在那里 所以舍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也不用吃饭了 我也不用 这个 带人接物的事情 不要不工作了 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说我不必去拍摄 去做事情了 去做事情了 你看 打个比方 比如说 这个 摄影 特别是摄影 摄影会产生到最后 会变成严重的 造成一种 侵犯性的 或病态性的 一些行为出来 通常都是有结 要不然每一个人 本来就应该 这个身体里头 就奔 只要你有生命 就自然有这个drive 有这个pleasure 是你有了结以后再产生 打结的结 再会 我们好好去工作 或好好读书 我这个读书 好好读书 我认真 觉得我在学习当中 觉得蛮有乐趣的 这个乐趣没有问题 我喜欢把学问弄好 这也没有问题 可是一旦变成了 一种压力 跟别人强迫性的竞争 那就变成一种 很强的压力 这个压力会使一个人 这个产生了 因为读书 而产生了一些 其他的毛病出来 那么所以 这个 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 从维世家的观点来看 其实很清楚 就是问题通通都摆在 这个 第七世那个地方 对权力 也是一样 对名誉 也是一样 名才利养的东西 只要你第七世那个地方 绑得紧 在生活中就有很多的挫折感 就有蛮多的一些心的困扰 跟着来 然后接着就会引发一些 这个不平衡的一些心理状态 所以舍的意思呢 是舍去这些结 打结的东西 舍 我们自然偶然会喜乐 我们来看 年轻人有年轻人容易打的结 老人有老人容易打的结 年轻人是希望 未来前途无量 是不是 希望 变成一条让自己看 也变成一条让人看 要拼 要拼再赢 是 老人呢 老人说我都没拼 但是没拼 你不想要 有没有老人的 所产生的结呢 有 老人所产生的打结 的东西还蛮多的 对于一个年老的 对一种不安的想法 对子女的要求 对子女的烦恼 对子女的不放心 林林种种都还在 都会 所以 第七次是一个蛮麻烦的地方 从现在的我们的神经科学 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问题 还不是我们的情绪 是我们的情绪 跟我们的前额 脑皮子前额这一块 中间 前面这个地方 这一块 叫 Prefacto Lobby 这一块 这一块是我们的思考 决策 行动的中枢 但是我的情绪 以及我的资讯 送到这边来的过程 一定还会经过 一个叫扣带会的地方 其实大部分的 我只都在那一块 可是把那一块拿掉以后 是不是以后 我们都很自在的 都成佛了呢 不行 拿掉了以后 就没有什么生命力 没有生命力的 所以我们应该很清楚地了解 我们之所以有这个生命力 是因为仍然还是有一个我 但是不要被我拔 太拔腹的我 给把自己困住 所以我们既不是要 既不是说这个东西都没有 那就完空 但是变成这个东西完全都有 那我们就会直得很深 所以必须要清清楚楚地去觉察 它才行 不是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当我们 这个平常生活的修行 其实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我能舍掉了 不合理的东西 我能舍掉我心里面过去的过节 我能舍掉我自己 过高的保护水准 给自己定的标准 定的东西 不要定太高 那么我们自然 就会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我们也给各位谈过 这个 波瑞加的一种看法 它是从一种 就是 这个空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但是 所谓空的这件事情 是指空性 它要回过头来看的是 要荡向浅直 把这个向 从我向 人向 众生向 受者向 要从这个地方超越出来 我们要注意 修行的这个重点 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真的很不容易 要真正能超越这个部分 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只要能够保持着 就是说 有一定的平衡感 就已经算修行的不错了 要到完全都没有 不容易 所以为什么 还是要老实的念佛 这里没办法成就 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那里 在成就 要不然怎么办 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这个环境 不是那么容易 至少阿弥陀佛 那地方不为三餐 在这个地方 起苦恼 我们这个地方 是餐餐 三餐 为三餐 为这个活下去 还有很多的苦恼 好 那么给各位提到这个 要舍 才会有绝 有绝 就能够舍 觉得有知觉的部分 我们很清楚的知觉 是怎么知觉 我现在觉得好烦恼 我知觉到了 我愿意 说我很烦恼 我出去外头去走一走 把这东西放下 回来以后 拿一本佛经 读个几页 等于有一个功课 马上处理 你有警觉 你就不会一直丢下去 这个东西是属于 我能知觉的部分 但是我们常常是 陷入困扰了以后 我们根本连知觉到它 都没有 我们就一直被它 拉下去 被困在那个地方 这些起烦恼的事情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不管是你所追求的需求 需求 或者是某些东西 你有着现在 你损失 这个有了大的一个损失或困境 那么你的心会停在那个地方 产生焦虑 产生困扰 但是无论如何 一个人如果觉察到说 我现在正在掉在这个地方 我想办法 要抽腿 通常都比较有救 这个是 透过我们插挪之间 我们知觉到这个问题 好 我能知觉到这个问题 那么我去做一点努力 我的心就比较稳定一点 那这无形中 我们就舍掉一部分掉 好 我如果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 待人接物平常之间 我也能够觉察 知觉到某些东西的真实意 那么我得到的喜乐都比较多 同样是用六根在生活 用眼耳鼻舌生意在生活 但别人 他在生活中得到的喜乐比较多 原因是因为他的心比较安定 所以出产 就是他的觉并不是觉悟的觉 是觉 可是有觉有观 观念开始调整过来 觉观喜乐 是不是 心也真的安定下来 所以你知道 出产的修行 很不容易了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出产的虚行 应该是我们在家居士 非常重要 你只要进入这个阶段来 至少你的生活 你的平常之间 你比较不会掉到 那个烦恼的 这个漩涡里头 走不出来 所以 在我们的这个 讲这个舍跟觉之间 那么这个觉知觉 觉察 知觉 这个部分 往上 我们要说 哦 我有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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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觉 我有些醒悟 但还不是真正的觉悟 是不是 可是 当然有一天 这整体的全部的觉悟的时候 那叫做觉悟 是一位觉者 所以 这 每一个层次 不是那么 这个 很清楚的可以划分 但是还是很明白 所以 你平常生活当中 保持的 有觉 有关 多么重要 你看啊 明天 就 放假了 那 有三天放假 你如果都没有什么心理准备 也不晓得要做什么 也没有想要回家去过节 都没有 没有什么 你对他没有什么知觉 也没有什么观 我这三天我也没有准备要做什么 光是这两个没有以后 这三天一定不喜乐 一定不喜乐 因为你感受不到它 而且不打紧 很容易掉到一个死胡同里头 在那个地方起烦恼 是很容易的 那个时候 我本来想回去 又不想回去 结果还是不回去 不回去 没想到 朋友们通通都回去 所以 我就在这里睡觉 晚上就在网路上 急剃头一时 网路上也叫剃头 你知道吗 剃头那两个字 就是走字旁 在一个日 在一个月 实在是 网路成迷 网路成瘾 最好是用这两个字 日月都在那个地方 网路上就五来五去 网路上面剃头 到最后 就是三天完了以后 觉得很 一点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再看看 我们一个人 不管是做事 叫做放假三天 一天 我自己很清楚 今天我出去上班 我是去做生意 我是做事情 我很清楚 这是 有觉 而且我做人 做事 有一个我自己 应该有的 这个态度 叫有觉有关 喜乐跟着就来 心就会安定 我心安定了以后 配上我的有觉有关 喜乐就多 我喜乐多的时候 我的觉察性就比较好 那工作效能就比较好 读书的效果比较好 那么退休的人 养老的效果也比较好 他就是这样 出产 二禅是不需要 觉跟关 是内心已经 清静下来了 可是他的觉性 很好 所以 内静 有喜 乐 内心里头 是安定的 到三禅的时候 他正开始有 另外一个东西 叫舍 是不是 舍 恋 那么 这个 志 乐 一进性 他有五支 开始舍 舍什么 要舍的是 舍这些执着的东西 因为我前面是有觉有关 最后我是亲近 把他洗涤 但是并不表示 这些东西 完全统统 在舍的这个过程上 统统做得好 只要一点一染 他会再来 所以到三禅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可以舍 这个割舍的本身 是一个人平衡 舍并不表示都不要 割舍 太热舍了 他已经起了正念 这个正念 觉得我跟我的 这个 悟着这个佛教的信仰 我自己很清楚 我跟如来的法界 相应 我的念佛 觉得我念得很虔诚 而且感觉 就是我每天跟他 都是相起相应的 那时 已经开始有正念了 在信仰上起了这样子的一个正念 智慧 已经慢慢地开启出来了 这个智慧是绝造的 不是只有绝造 绝造这个世间的这个部分 他对初世间的这个部分已经开启了 那么乐还在 那个定性还在 到了事产的时候 他是不苦不乐 不苦不乐不是说 我一个人没有苦也没有乐 这是解释不对的 是不被苦也不被乐 不求苦也不求乐 不被苦不被乐这样的东西 给困住 所以苦乐都是平等的 是平等性的 所以不苦不乐 念清净 他的心念 随时保持着如水藏流通 念是清净的 那么 这个 不苦不乐 又能舍 这一次的舍舍得更清楚 然后 这个念清净 然后 这个 一尽心 心里面的一心 真正的安定下来 所以 从世藏的 他的四个层级来看的时候 那么 诀跟观是初步 舍 是 功夫 往上 进一步功夫的 很重要的 一个修行法门 所以 在七诀之里头 最后谈到的舍诀 就是 上个星期给大家讲 你肯舍 才有可能诀 你有诀 舍才舍得好 所以 他是同时这样子来的 那么 我们讲了 就是说 我们能够在 这个 舍的时候 我们容易产生智慧 产生般若 那我们有般若 有智慧的时候 我们也比较容易舍得了 或者很不容易舍得了 所以六主谈经里头怎么讲呢 他告诉我们 见性的道理 其实就是大舍 他告诉我们的是 去来自由 心体无智 即是不忍 你一个心 来 去 一个念头来 一个念头去 很自然的 来去 是那么样子的 自由 不会 起障碍 不去 携掉 不去 打劫 不会在那个地方 起种种的障碍 不起无名 所以来去 自由 心体无智 我们的心体里头 没有任何的 自爱 三点水 在一个带的 那个智 自留 那个智 身体无智 即是般若 所以他告诉我们 如水常流通 所以 这个舍的意涵 起先是有违法的舍 到最后变成无违法的舍 这个无违法的舍 那么 这个 他本身 就是一个安定 所以 舍呢 那么从我们舍弃种种的 执着 执着 舍弃 秦然 到最后 这个舍 本身 舍而无舍 那个舍 那么 就是 我们真正 可以 如水常流通 那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么 其实舍这个部分 还有好多 值得跟大家讲的 尤其是我们在家居士 其实不仅在家居士 就是 就是出家修行 也都要重视这个问题的 但是 今天讲的问题 是在家居士的问题 我们的生命 你们觉得 这个生命 的来源 生命的源头 就是有情 是不是 我们讲菩萨 叫绝有情 是不是 就是这个有情 本身是觉悟的 绝有情 是不是 所以叫菩萨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有情的生命 叫有情众生 有情的生命 它来的 来那种 它的这个根源 就是来自于 这个情性 这情性 有一个基本的 一个 一个课题 所有的有情 都来自于 这个对情的依赖 所有的有情众生 它一定都是来自于 对情的依赖 你就是一个最低等的动物 它也是要透过 它的生殖的情 才能够繁衍的 这个部分 还真奇特 有这个情的本分 就有这个情的 本身的那个欢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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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ure 那个 那个快 那个快感的部分 有这个快感的相对 就有恨的部分 就有生气的部分 所以贪生吃慢瘾的东西 全部都是注注在 这个情上面来 你只要坐在这里 你是用这个肉体在这里 用 灵济 大师的话 是说 只会坐在这里 孤名利利的听法者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自己 清清楚楚的 你这个听法的人 可是如果是 孤名利利的听法者 就没有问题 我们不是只有 孤名利利的听法者 此时此地 孤名利利的听法者 可是我们 随时随地 要为活下去努力 要为这个家庭 为这个工作 为这个 要一直有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有钱的东西 这个包袱是很大 很复杂的 所有的苦 也在这个地方 乐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说 人这一道 在六道里头 它是苦跟乐参半的意思 就在这里 有苦 有乐 苦的时候 很苦 热的时候 有很热的时候 有很爽的时候 可是 这个有钱 有一个特点 就是 依赖 所有的有钱 众生 一开始 他的生命 只要一开始 他就开始依赖 依赖他的父母亲 依赖生生的 那个父母 他就依赖 所有的友情 只要一想到自己 就马上想到 我需要有一个东西 依赖 那么 依赖这件事情 我们依赖的东西 可多了 想到说 依赖父母 是最直接的 是不是 可以依赖父母 大一点的时候 还要依赖很多 我要依赖社会 是不是 我依赖很多 我们还要依赖 种种的神 依赖宗教 很容易 就形成一个 你脱不开的事情 可是依赖这件事情 如果不能舍掉的话 通常他 这个生命会活得不好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 这个依赖 成长来自于依赖 如果我这个依赖 不能舍掉他 不能舍掉他 我就不能成为 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们就不能成为 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去留意 你看 一个人 在他慢慢长大了以后 他小的时候 依赖他的父母 大的时候 他可能还依赖别的东西 这个依赖 都同一个依赖 他现在不在依赖父母 但是他依赖五行的东西 他可能变成外道 他可能变成迷信 他可能变成依赖某种东西 心理上的依赖的 那个情节是很 很不自觉的在那个地方 有的人 他就是要依赖的别人 这个 他那个依赖的心 再把他大一点了以后 他也会用依赖 很强的依赖感 而且结婚的时候要依赖配偶 所以 对配偶 这个结婚如果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最后形成一个结婚的时候 这两个 他是可以互相的协助 互相的依赖是有 但是他并不是产生共益的现象 他并不是彼此之间形成一个 在心理学上称它叫 它不是一个互相完全共益的现象 它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所形成的 他们会彼此之间 会去照顾对方 会去体谅对方 了解对方 尊重对方 这种父爱是独立的 可是如果是一个很强的 的护医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就不是 今天 他稍稍有点怎么样 我就不安 我有点怎么样 他就不安 然后这个婚姻里头 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然后到最后 你怎么老找我麻烦 我不喜欢你了 不喜欢本身也是一种依赖 因为我觉得你不值得我依赖 所以我不喜欢你 我还要去找一个可以依赖的 你知道 对婚姻的分析 对婚姻的 这一部分的 一个深入的了解 我是花好长时间去了解它 我去阅读过 好多有关婚姻的研究 它并不是 一个表面的这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 一个人 整个地图就沙沙沙沙 把一个人练到他跑掉 另外一个人 你以为他都没有问题吗 不 他不懂一朗沙 所以 他觉得好像没有一个东西可以靠 所以 他赶快想要再去找一个 我们可以这么讲 我觉得我们如果真正冷静下来 来看看台湾的社会性格的话 我对台湾的社会性格 我觉得 离婚率会这么高 就是表示我们的那个独立的 每一个个体的独立的这个部分 并没有 并没有很好 他的安全感的独立性并不是那么好 我之所以会去研究婚姻的原因 是因为 我在做一些个案的时候 都碰到这些儿童青少年 那我发现这儿童青少年 他所依赖的父母亲本身 有一些相当不稳定的东西在 我才会研究婚姻 我才会发时间去注意这个问题 其实 两个人都成为一个独立思考 独立的人 他们是比较有能力去照顾 去爱对方 去给予 去布施 两个人都是布施的时候 他这个互动的感觉是丰富的 但两个人是互相依赖 你看得起来是互相虚索的状态 很紧张 只要有一点点稍稍有一点怎么样 他这个家庭里头的对话 就一定的紧张度 小孩子又受影响 但是我老师的观察 以及我从阅读的 这些心理学者所做的研究里头 这么长期看来 人的这个依赖性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如果不能舍去 但是他要舍去 他一定要他自己怎么样 有一些觉悟自己 有一些稳定的力量 他才有办法舍去 所以现在问题又来了 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 有能力去爱人 有能力去关怀别人的这个人 他必须自己有能力 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成为一个主动 能够去施爱的那个人 其实我所谓的爱 是指慈悲的这个部分 所以慈悲所产生的喜 一定后面一定有一个舍 所以孤佛的心就是这个样子 你再去想一想看 这事情深一点去看 你都可以了解的 在婚姻的研究里头 这个婚姻如果有一个人 突然间往生了 那么剩下这个人 这个人很容易 那么他的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 他会产生一些健康的危机 那么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 这个人总是需要依赖的 你把一个拿掉以后 他还不平衡 他还不平衡 但是这个人如果 他能够延伸出去 去做一点别的事情 去参加一些社团 但自己觉得自己还蛮有价值的 自己还能够做事情 虽然很不幸的有一个人先走 而我也努力的想办法能够活的 这个人他慢慢就很快就调试过来 一段时间就调试过来 那么可是有人调试不过来 但是我们的研究里都发现 男生比女生更调试不过来 我们看起来好像男生比较坚强 但这个部分男生比女生太不坚强了 所以在比较之下 就是在上偶的情况之下 女生维持得比较好 男生通常都比较糟 平均值上看起来是这种状况 那维持不好的原因就是 他舍的能力 一方面是舍的能力 那舍本身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我必须现在 必须做个割舍 因为这个人已经往生了 我必须割舍 有人就讲 我怎么可以这样割舍他呢 我说你不割舍的话 他也不存在啊 问题是这个心 这个地方必须要做一点割舍 很清楚地告诉自己 现在必须独个儿来生活 而且应该要发展一点 我的其他的 在我的生活中 让我丰富化的这个部分 才能够维持平衡 有舍才能够维持平衡 才能够发展新的东西 否则就没办法 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我这个乡下长大的 这个莲雾 或者是芭蕾 水果 有很多的水果 你一定要定时 要把它 这个 就是你要把它割直 你生完了 踩完了以后 踩错完了以后 那是要把它割直 那叫舍 他舍了以后 他再长得 那个论牙会更好 叫舍 尤其是那个莲雾 你不舍根本不行 你一直不舍根本不行 但我知道 有些东西 当然 你如果舍得太厉害 它就死掉了 今早 今早是不努力 把它剪直剪得太厉害 剪厉害它就不行 为什么 今早自己本身就很内敛的 今早不长大 就差不多原则上 就是这样子 它那个样子 就是这样子 圆圆的这样子 它本来就这样 但莲雾书就不一样 你不剪 它就越长越高 它可以长到三层楼 那么高 所以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如果踩莲雾的话 那根本就是 在树梢上踩的 舍 这个道理 你看 婚姻之间的舍 亲子之间的舍 你把孩子 长大了以后 亲子之间的 这个态 如果一直结在那个地方 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婚姻 会 回过头来 他婚姻了以后 这个节 脑套在那里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 我们老人家的心情呢 会 所以 为什么 你跟媳妇那么好 跟我老人家 反而忘掉了 就是 这个叫舍 并不说我都不要 是心理上的问题 是心理上的问题 舍这个心理上的问题 是多么重要 你们 各位居士都会碰到这种问题的喔 舍的意思并不是说 我不要这个孩子了 有的人 就更怎么样了 他跟我讲 他结婚就是母的 那时候 做乙气了 跟他老人无关系 讲这个话又有点 好像嫉妒 还是这个 表示他这个 这个结根本 解不开 解得开的话 是他是孩子 他已经是一个结婚的孩子了 这个东西是舍得开的 他变成一个独立的 这个独立的人 知道怎么下不顺 这个独立的父母 也知道怎么去 对待子女 而不是 常常在那边打开 我们的生活里头 这些地方很多耶 休息就在这里休息 我们放不下这些东西 反而被这些东西给困住 有时候 我实在没有办法解释 给这些一般的人 真正比较清楚的了解 真的很难 有时候 我们跟年轻人讲说 你当然你要下去的父母 跟老人讲说 你不要那么啰嗦 其实这样讲都讲不到 那个核心课题 他最后忘掉了父母亲 他只是把依赖的东西 依赖在另外一个东西上 你了解老师跟你讲的这个道理吗 这个依赖这件事情 依赖的东西还可以依赖在钱 可以依赖在明文立养的东西 还可以依赖在毒品 还可以依赖在很多地方 他可以转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人到最后必须要独立心 做得了主 你现在知道 他为什么要常常讲 须得自己做得了主 是什么意思 这个部分 没有比方起来 这个心永远都是不稳定的 都来都去 不是都这就是都那 倒到这边 就是外到那边 叫东倒西外 这个事情做得好 即使是种种的引诱 种种的一些 在你的面前 可能产生的一些 这个威胁 你那些里头 都还能够保持相当的独立 所以参加讲 你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 我们跟家人之间 亲子之间 婚姻之间 朋友之间 其实 我们人的生活里头 是这样 但是最主要是 有情的众生 是很容易在这里 有依赖 产生了这些问题 依赖就非得舍不行 不舍是不行的 我讲的这个 今天谈的这个部分 你仔细去给它想一想 我已经点到你内心里头 最难修行的部分 这个地方最难 我们会是依赖某些东西 或者是 产生了我们心理上的一些失衡的现象 或情绪上的困扰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 我们一直想要靠 倒来倒去 靠那个东西 所形成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看清它 平常稍稍留意一下 你能够稍稍保持一点自己的平衡 这个平衡港就不会摘下去 那取舍之间 就常常 我有时候会说 我们的生活人生很像一架滑翔翼 你这个滑翔翼开始来了 你从斜坡上冲下去了以后 你就靠你的调整翅膀 跟你的躲 然后就顺着气流 就可以这样的 很自然的在滑翔 它的主要的 最主要关键的地方就是割舍 我要割舍这边 我自然往这边走 现在我要割舍这边 它就往这边走 我割舍 我另外一个角度 翅膀的角度 我慢慢往下掉 我慢慢地往下降 我调整另外一个角度 我又开始往上升 其实生命世界里头是这个道理 我们很容易框一下子 我们不会的 我有一次 当然老师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说我从来也不会 我怎么去试呢 他说如果你要试的话 你可以坐在这里 你当然不能往下冲 我说我讲给你听 我说那还可以 我是一定掉下去的 是不是 所以 在我们的人生里头 你这一个部分 是一个很难调整的部分 其他的东西都 你看着我的生活当中 种种的冲突 种种的外表的东西的背后 都跟这件事情有关 你仔细去看 他真的都在跟这件事情有关 你对一件事情 你会憎恨别人 一定是你的依赖受到挫折 是不是 你会觉得你 哪一个地方 你就你的 没有自己觉得 很恶 很沮丧 那就是 你原来要依赖的东西 它跑掉了 结果你没有东西可以依赖 可是 生命的世界里头 佛却告诉我们 没有一样东西 你一定值得 你这样依赖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 你能够 你没有所谓依赖什么 但是 你才能够运用这些生活 使你的生活 能够活得好 它不是告诉我们 不要生活 它告诉我们 你不要变成死的 变成依赖 所以 所有的执着 都产生了我们 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就在这里 那么 心理上是这个问题 那么 你看 我们的人生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我有时候 这个 看到 小学生 或者 国中生 放学了 我刚好走到学校的门口 我会想到这种问题 我 年纪 也大了 那一段日子 也都过来了 那这些小朋友 这么小的小朋友 他们 现在要去面对了 他们的未来 而且 而且他们彼此之间 一直都是被 教导的 你 必须要 去 执着 不执着 你要占有些什么 囤积些什么 你必须要有 有这个本事才可以 这没有什么错 这没有什么错 可是 他的我 如果被这个东西 绑得很紧的时候 这个人的生活 就会很痛苦 就会很痛苦 你看 我们常常会觉得 会跟人家比 是因为我执着一个 我的想法 认为 这样就没面子 或者是 我觉得这样子 我觉得我很空虚 因为我没有 我执着在一个 我理想中的 那个目标 我没有达到那里 我觉得它很空虚 其实 佛所告诉我们的是 你到人间走这一趟 不管你的因缘是什么 你走完了又回来 你必须是 欢欢喜喜的 根据你自己的生活的因缘 好好能够生活的 这个人 面对真实的 舍去虚假的 好好在生活中 去生活到那一份喜 那一份欢喜的 他才是真正极乐世界 能够登堂入室的 所以我常常都跟各位讲 你平常生活当中 你都觉察不到快乐 你知觉不到快乐 你就是到了有一天 你念佛了 真的到了极乐世界 我们也很怕 你在那个地方住不惯 因为你没有喜乐 为什么住不惯 住一段时间以后你就退下来 那个东西叫边地移层 就是没有进入极乐世界的心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这里是没有进入极乐 我们这里看不喜乐 那里看不喜乐就是 我看这个不符合我的 那个跟我的意见不同的 我们跟他之间 无心中 就是一个完全的对立 那么好 这个属于心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其实最严重的问题 我给各位讲过 是依赖这个问题 我们一直都在依赖 我们依赖观了 到了信仰 到了学佛 还是依赖 我一直依赖他 可是我们 有这个依赖的习性 所以我们 有时候是这么想 有时候我也跟各位讲 好吧 既然要依赖 那么好吧 我们就死赖活赖赖在 阿弥陀佛那个地方 反正我一定要去就是了 是不是 但是 要去 就是要认真 自己也要认真地修行 而且每天天 自己知道我要去哪里 要不然 我们这个心不专 那么这个大时候 我们可能 这个舍不了他 任何境界一出现 我们就跟得走 所以我们又去不了 所以 阿弥陀经里头 讲得这么清楚 是不可以 扫散因缘得生鼻涂 并不是扫散因缘 你就可以去 还是需要一些修行才可以 那些东西 只要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很容易 因为这个依赖的习气 因为有这个习气在 我们很容易 就会跟得走 那么 舍得本身 并不是说 我这个生命全部都舍掉 不 舍得本身 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我们再看 舍才会 在我们的心柱上 才会成长 你说对不对呢 一个人 我如果 这个过去的成功的经验 我一直认为 只有这样才好 那么 我就不可能 去创造一个新的方式 来经营 我 未来新的环境之下 这个企业 所应该经营的 一套经营制度 跟经营方法 所以我们常常是 过去的成功经验 会变成 未来事业经营上的 一个障碍 会变成一个 过去的成功经验 会变成 新的失败的开始 如果我们执着的话 所以 因为怎么样 因为新的事情 新的工作 是新的环境 新的 新的整个的 一个状态 你必须要很清楚的 去把它看清楚 去做回应 而不是旧的 我以前这样 做做的很成功 我就把直接 用这个当答案 是不可以的 那么舍 也是这个道理 我们愿意 那么在我们的平然 生活当中 我所学的东西 那么我能舍 才叫做谦卑 我不能舍 反而不谦卑 我能舍 反而 那么叫做心如虚空 我不能舍 就是再好的知识 都变成塞在我内心里头 的一些 这个障碍 我智慧的 一些东西 所以 并不是过去的知识 不重要 过去的基础 就是我们要 但是不能被它绑住 那应该很清楚 我们要去学 很多东西 学完了 这些东西学完了 我们不能被 这些东西绑住 但是却能够 活泼地运用它 这个叫 博人 这个叫做智慧 那么舍我们才会成长 那么 可以这么讲 从理性的层面来看 就 我们的前额脑皮质 这个部位 或者是从我们的 边缘系统的 情感情绪的部位 我们 似乎 都离不开 这个舍的道理 而舍的东西 大部分 都是来注意 它会把我们 绑得很紧的 都是在扣代回这一块 对于我的执着 对过去的知见 对过去的习惯的执着 这是人 很容易有的 但为什么需要有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部电脑 也要变对现实 我现在有的知识 当然要先把它 保持在我这里 随时可以用 可是 我只要整个 被这个东西困住之后 我的创意 对未来新的环境的变化 无常的变化 回应的能力 是相对 这个降低了 那么第三个 要给各位谈的 舍本身是一个生命的真理 我们舍弃旧的 我们才可能去 去思考 张罗一个新的适应的方式 但通常是 我有新的成就 新的这个适应的方式的时候 我才可能舍去旧的 否则 一直那个旧的东西 一直都在 所以我们能够入心 入心 不断地去学习新的东西 是让我们容易舍去旧的 所以我们每天愿意 自己愿意去做 一些修行的事情 一些做一些 这个慈悲喜舍的事情 那么我们愿意去做布施 我们愿意去自己生活上 那么建立新的 思考的几率 感情的几率 这个生活调整的几率 工作的几率 健康的几率 我愿意建立这些东西 我才有可能舍去 我新的原来的 那一套旧的 那一套习气 所以生命世界里头 他告诉我们的 佛所告诉我们的舍本身 就是让我们可以进入 极乐世界的最重要的 一个道理 所以禅宗的修行 它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把它逆吭舍才有办法 可是进度宗也是 重点也在这里 进度宗的修行 是我透过练佛的法门 来达到我的心的进 透过我净土的法门的修行 让我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这个极乐世界 我跟他相应 我内心里头跟他相应 我产生喜乐的时候 我就进入出产了 所以 我们如果 在修行上 就学术的角度来看 进度归进度 禅宗归禅宗 清清楚楚 可是就修行上来看 我越来越觉得 这两个其实是他们 是前面 这里的前门通他的后院 这里的后院通他的前门 是相通 完全相通的 我年轻的时候 金公师父会这样 跟我提醒这种事情 他说你要记得 种种法门之间 你用这个法门 最后回来 来汇通另外一个法门 再从这个法门 再去汇通另外一个法门 到最后 就是不二 只有一个法门 你看到的是一个 所以他还跟我讲说 读前经解后经 读后经解前经 读此经解旁经 读旁经解此经 他一直跟我讲 这件事情最后只有一 而不是二 他特别跟我讲 你们这个搞学术的 是很容易把它变成二三四 这样子理财 能研究 但是真正 你在这个修行实证上 他说他不反对这个东西 他并不是反对这个学术 而是你修行上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最后你会舍弃这些 一个一个 不同的法门 可是每一个 其实你都会圆融成为我们心灵 世界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来看看 我们刚刚讲的 从依赖的观点来看 我们会不会很依赖财富跟权力 明文立扬的东西呢 会 但是如果你太依赖这些东西 而使我们的生活里头 被这东西困得太紧的时候 我们的快乐都没有了 我们生活的喜乐没有了 我们的禅定的功夫没有了 会不会这样 很明显的是这个样子 千万不要以为说 哎呀 我如果有到处的时候 在处处的时候 我就会快乐 没有 如果你这个部分不去破除它的话 那永远不会快乐 永远不会快乐 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来看的话 肯定的跟你讲 真的不会 那么佛法更是如此了 一个人 我们的依赖只要是变成 是我们每一个人 成长上本来有的 我们透过依赖才学习 才成长 我们透过依赖才慢慢 可是你成长了以后 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人格才可以 不能够成为一个依赖性才可以 所以人生其实 它是相当吊诡的 我们既需要依赖 又同时需要从里头独立出来 你了解这个道理吗 所以我称他说很吊诡的 你的 他彼此互相是矛盾的 你又必须要依赖他 可是你又不要从里头独立出来 你也要曾经要让别人依赖 可是你也要直接给人家依赖的时候 不是要让别人能依赖你 所以你给人家好 并不是希望他以后会靠着你 这个部分 可能是我们生活中的真理 我认为整个社会的现象都如此 如果我们为他好 最后是培养他 使他依赖着我们的话 那跟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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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一条绳子把对方绑住 是没什么两样的 可是这个社会一直充满着这种现象 所以社会的本身 即使需要依赖的 可是 如果 能够到最后成为一个独立的这些人 这些人 他如果是出来为大家做事情的话 这个人 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不是 到最后变成回过头来 要把 控制这个 的时候 那他产生着问题 所以在民主的讨论上 真正的民主 以及 所谓的极权之间的关系 其中又讨论到这个部分 在整个的一个学术的讨论上 也讨论到这个问题 极权是运用了这个 而 民主 是引发了人的独立 但是是不是做到这样子呢 好 那么这么 我们看 一个人的人格 如果他慢慢地独立起来 那么他一定是先依赖 先把他吃饱 吃饱了 因为他必须真正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那么他将来 他能给别人的是 给别人依赖的时候 这个依赖是 同时保存他的独立性 而不是想要控制对方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生命的本身既是需要依赖 可是同时要产生独立的融合 这叫中庸 我这样说 你有听到吗 并不是没有路可以走 这个独立的 这个人 我们在给别人的时候 并不是要造成别人 依赖我们的布施 而我们的布施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人 给他的 而我们并不期待什么 这个教育 这个也是一样的 而不是想要控制对方 其实做父母亲 也是要把小儿子 培养成一个独立的 他才是真正懂得 大笑的人 是不是 他才真正懂得顺的人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孝顺这个 尤其是这个顺字 误会的最多 都以为顺就是顺从 叫顺 你走在前面 我一定跟着你后头叫顺 不对 笑就已经代表一切 我们应该有的 对自己的青藏 对自己的国家 对民主都要见笑 没有错 可是怎么叫顺 顺是对人有生诸意面 你想想 对父母亲的顺 这件事情 我是到了五十几岁以后 我才开始懂 我以前懂一点 没有懂得那么多 为什么 我们以为 我以前 也会这么想 那如果 父母亲所讲的 是错误的 那难道我要顺着他做吗 我自己已经在大学任教 已经讲 多少年了 我的学生问我这个问题 我跟他讲说 嗯 父母亲讲的 如果是错 那么 你也用不着跟他 武力 他说你不去做就是了 这也是顺 但是这样讲也没有错 但是这个顺 这样还没有到 真正的顺是什么 所以能到他 联好了以后 你的父母亲 今天也跟你讲 刚刚半个小时 才讲过的事情 现在半个小时又讲了 又讲同样的事情 你懂吗 然后你要把他教成 他不会一直重复吗 不可能 所以你只能怎么样 你只能真正的去宽顺他 所以他可能 今天才跟你讲 明天又跟你讲 后天又跟你讲 很多人就不顺了 为什么 听起来 你这个讲得都臭酸啊 臭酸 你是不是要说几遍啊 不顺 顺的顺情顺 眼睛看着他 听下去 是真的在听一样 因为反正只有这一段时间 你也在欣赏老人就是这样 嗯 是啊 你们那时候开始很辛苦 你们那时候 你们那个时候的人 我生日很好 你跟人讲 然后呢 人后说 哇 这时候要来 要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有一个行李要联络 后来这家又听你讲 这家傻味 快点去等一会 他还是去了 他也高高兴兴 你也高高兴兴 你为什么要把它变成那么复杂呢 你看着吧 我是看过 我到人家家里去 我 也确实看过 我有朋友 他对他的长辈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听的 嗯 是 嗯 对 他跟我讲 他说 他常常听 但是 我听起来 就像第一次听的 也得态度对待他 然后 我告诉他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改天再听你讲 因为他短期记忆库都没有了 脑子里头的短期记忆库的部分 他没有办法记这个短期 刚刚讲过这些东西 他的工作记忆 叫walking memory 那个部分 也都慢慢地迟钝了 他记不了 刚刚我讲的东西了 所以 你只能够顺了 你要拜托给你 你也不常常这样念 不常说那件 说不算 超生气 不过流 你跟他讲这句话有效吗 没有效啊 他走路很慢 你可以叫他快一点吗 他吃东西吃得很慢 你可以叫他快一点吗 他跟你讲 我还要死我 人 有情的世界里头 你看到这个部分 你才知道 一代一代之间 之所以建立这份情 是多么重要 而且必须是觉悟的情 不是说我没有跟你伺别 不是说这别人 我不得不这样 不是说不得不 而是我们变成一个主动性 这才是真正的 这个生命的 这个真理 真谛 应该发展到这个上面来 其实他给我们麻烦的也不多 其实老人 给年轻人天的麻烦 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多 等到他要很多的时候 就已经差不多要走了 所以 我们对孝 对孙 也应该有所了解 这里面的独立心 我们有一个独立分 是多么重要 那么 在我看来 就整个的一个心理世界里头 我们的人生 内心里头 产生了一些情绪的困扰 通常都是跟这个依赖的 本身是有一些关系的 那么我们可能有时候打了一些结 打在过去里头 我们要把它削除掉 我们对过去的依赖 我们把它削除掉 我们对自己的一些成见偏见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疏解 疏解多少 我们就喜乐多少 我们就成就多少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才可以的 那么 要真正在这个地方 去努力的话 你也许会这么想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 忏悔 是一条 很好的路 我过去的事情 我愿意忏悔 忏其前罪 悔其后过 以前的事情 把它洗涤掉 以后我自己 好好注意 不再陷入 就叫忏悔 这是六祖谈听 慧能大师给我们讲的 所以我跟各位练过多少次 我每天都 时时刻刻都在做 自己都在做这些 都在做这些 我没事 我也会自己心里面 就说 我们应该做一点洗涤的工作 至少一天 你都有一次定课吧 弟子从前练 今练 后练 练练不备 愚迷染 是不是 所有从前二夜 愚迷等罪 细节参会 愿一时消灭 永不复己 弟子从前念经练 后练 练练不备交狂染 所有从前二夜 交狂等罪 细节参会 愿一时消灭 永不复己 弟子从前念经练 后练 练练不备嫉妒染 所有从前二夜 嫉妒等罪 细节参会 愿一时消灭 永不复己 我此刻念一次 就 你听着我 就如同现在 此刻 把以前 过去的障碍 洗底掉 让自己 有几分 独立 独立分 这才真正的 所谓的自由 来气质 心体无知 是多么重要 我们讲到这里 所以 舍这件事情 其实 我们讲 几段 六祖谈经 的话 我们来给大家 来 分享这个课题 六祖 有一个弟子 在六祖谈经里头 是智皇 禅师 他们之间 因为智皇 就问 有一天 请 慧能大师 为他开示 这个所谓的定 这个课题 这个定 当然是来自于慧 慧 也产生了定 可是这里面所谈生的 这个定慧里头 所谈生 他的背后就是空 空本身就是割舍 你愿意舍去 这些执着障碍的时候 你才有定 但是也才有慧 是分不开的 我们来看看 他给他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怎么回答呢 那么 他跟他说 如淡 心如虚空 你的心就像 虚空一样 云来云去 鸟来 飞来飞去 要这么的星空 那么 不着空间 且你不要执着在空间里头 你执着在空间里头 好像我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指这个心怎么样 是这么 这个 这个 获达这么开朗的 那么应用无碍 动静无心 我应用起来 没有任何障碍 我的动静里头 我不会在那个地方 有任何的执着 有任何的侵染 所以动静无心 凡圣情境 能所祭命 凡跟圣 我都能够放下 我不在这个地方起 高下是非之心了 那么信向如如 那么 这个 无不定时也 就是 我这个时候 我所看到的 接触到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能够用真实的心 去面对它 那么 这个如如 就是如所从来 无所从来 可以相衔接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自然 也就 无不定也 没有一个时间 我的心是不定的 那么 他告诉 在六祖谈听里头 告诉我们 这个 这个 智皇 问这个问题 他提到 把这个问题 讲得这么清楚 我们再看看 这个 他告诉我们 这个 所谓的 割舍这件事情 所谓的 舍绝这件事情 并不是 我什么都不要 不是 有一个弟子 他就 那么练了 这首诗 说 我能 有伎俩 能断百思想 对尽 心不起 菩提 日日常 结果他听了以后 他说 等一下 这首诗是从哪里来 他是我能禅师 这诗 慧能跟他说 不 不是这样 他跟他讲 铁听我的 慧能 无伎俩 没有一个 特殊的一种方法 方法 特殊的方法 就是一个框框 是不是 慧能 无伎俩 不断百思想 也不断掉 我的百思想 我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工作 一样 不断百思想 对尽心素体 菩提 这么长 我对着 我的生活当中 我能够产生 很多的 般若智慧 去面对这些自己 菩提 这么长 意思是什么呢 是这个空性 你保持这个宽广的 进化 清净的 没有执着 没有依赖 没有情染的 这个心 去面对这个生活 自然而然 那么菩提 这么长 所以 他很清楚的 你看 当 这个 这个 弟子们 谈他说 我们一定要 每天要坐 要坐禅 其实他怎么说 他说 生来 坐 不握 死去 握不坐 原是臭头骨 何为利功课 就是 禅不是坐 跟握的问题 是不是 你生的时候 每天在那打坐 生来 坐 不握 是不是 死去 握不坐 死掉了 以后只好躺着了 握不坐 是不是 原是臭头骨 何为利功课 原来你是 这个 这个东西 不是真正 这个生命的智慧的 那么 这个 有两段 很精彩的话 我们 给各位 谈到 跟这个 舍绝 很有关系的 在六祖堂庭里头 他说 生 自成 这个 这一位 禅师 自成禅师 他是神秀的弟子 从别方来的 他来了 礼拜了以后 那么 这个 要学南方 见信成佛 那么 这个 你看 这个 慧能就问他 他说 那你们 这个 修行 失传 是怎么教的 他说 诸恶不坐 名为戒 众善奉行 名为会 致敬其义 名为定 就是 戒定会 都在这个地方 慧能跟他讲 我没有 我 我所谓的禅 不是这样做 我所谓的禅 就是 随方解父 就是随时随地 解掉 绑在身 身心上的 那些障碍而已 我所谓的 我这里 只是这样而已 我所说法 不离自信 我所谈的法 不离开这个自信 其一的东西 都 不是重点 自信 才是重点 这个自信 是没有障碍的 这个自信 是没有 无名的 没有烦恼的 这个自信 清静光明的自信 所以他 这个 这么说了 他说 心地 无非 那么 自信 我心地里头 没有 错误的东西 我自信 就戒了 心地 无非 自信 心地 无痴 自信 慧 我心地里头 没有鱼痴 我自己 自信 戒 心地 无乱 自信 定 我们的心地里头 没有那些 扰乱 纷繁 我这就定了 不增不减 铁金刚 这个自信 本身 本来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的 它本来如如的 是不是 生气 生来 本啥 你来来去 与其内心里头 一直都保持着 这一份安定 清静的心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 自诚禅师 悔泄说 他写了一首 是这样子 来报答他的老师说 五蕴换生 换何究竟 我们的五蕴 这个 色受想行事的 这个生命 这个 换何究竟 这个只是一个 暂时的生命 这个换 它并不是一个究竟 回去真如 返回不尽 如果说 我回向到真如上面来的话 所有所讲的 种种的法 它本身都不是 真正的清静法神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再看看 薛简 这是当时朝廷 这个 慧能晚年的时候 朝廷派了薛简来 就是 薛简就是 这个内侍官 朝廷的内侍官 来了 那么来了以后呢 想要得到南方 这个所谓 见信成佛的道理 那么 这个来了以后呢 那么 这个 慧能还是问他 他说 那么你们 神秀和尚所教的北方 在朝廷里所教的禅法是什么 他就跟他讲 他说 欲得 欲得 慧道 那么 必须呢 坐禅习定 须得坐禅习定 他这样告诉他 慧能就说 道由心悟 真正的道 是由心 开悟出来的 期在做也 不是 从做那里的 不在做那个地方 那么 做 只是一个过程 做只是一个 努力的方法 努力的一个进阶 它不是一个道 所以 并不是不做 并不是不做禅 但是它不是目的 它是一个工具 是一个过程 结果薛简 就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稍微有点挑战性 他怎么问呢 他躺不以智慧 造破烦恼 如果我们不用智慧 来造破烦恼的话 那么 这个 无始生始 平和处理 如果 我不透过定 产生智慧 来造破这个烦恼的话 我怎么能够处理呢 那么慧能说 烦恼 即是菩提 无二无别 现在注意了 烦恼跟菩提 这两个 无二 为什么无二 它通通都是 跟我们的佛性 到最后 都是从佛性里头产生 你之所以产烦恼 是因为你产生执着 才产生烦恼 你不产生执着 就不会 所以 两个 是不二的 若以智慧 造破烦恼 此是二胜 如果你以为 用一个智慧 可以造破烦恼的话 你这个说法 是 二胜 就是说 你把一个东西 区隔成二 所以 我们脑子里头 之所以起烦恼 打个比方说吧 我现在内心里头 如果某一些东西 生活中某些事情 让我起烦恼 其实 生活中的那一点小 那些事情 本身 本来不起烦恼 起烦恼 是我执着 才产生烦恼的 是不是这样 我们生了一场病 突然间生了一场病 我们会不会 在这个地方起烦恼 会 但是病本身 却不是烦恼 病是你生活中 本来会碰到的 生老病死都会碰到的 那我们会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在这个地方 起了这些障碍 才产生的 然后 我们会烦恼 我还没有到老 但是 还没有认老 但是我慢慢的感觉 确实 走路如果这样子 一拐一拐的时候 确实 可能也很辛苦 可是我们一旦认为 他有辛苦的时候 才辛苦 所以 六祖人 他接下去说了 他说 民 与无民 凡夫见二 智者了达 其信 无二 他的本质 不是二 无二之信 就是实信 你能够看清楚 这件事情 生老病死 其实 都是实信 那个地方 所展现出来的 所以 幻化的背后 有一个 你永恒 你仍然还是看到 那个永恒如如的那部分 所以 他接下去 又问一个问题 不生不灭 不以灭 指生 那不是跟外道一样吗 学姐问的几个问题 都很强 如果不以灭 来指我们所生的 灵灵种种 那怎么办 会能的回答是 本质无生 今已无灭 你看起来 这些灵灵种种的生命 你看起来 有生命 本来无生命 这个事情 有一点年岁以后 你更容易了解 很年轻的时候 不容易 有一点 生活的体验以后 就容易了解 他说 本质无生 今已无灭 一切散落 多么失良 自然得入 亲近心地 所以 本质无生 今已无灭 所以 你把它看清楚吧 这个是一个 很究竟的 那一部分 那一个部分 你去看 人生真的不是 就是生老病死 这些事情吗 那从古代来 也都不过是如此 这样子吗 所以 我在做个案的时候 以前 我做过这样子的 一个个案 就是 一位契约家 他默契了 知道也不行了 我就 这个受托 去跟他谈话 我去跟他谈的时候 他从头到尾 我没有什么 好可以讲话的余地 都是他在告诉我 他说 你不用跟我讲什么 我几岁 你才几岁 我过桥的 比你 走路的还多 所以 你也不必告诉我 太多 但是 你就听听 我跟你讲的吧 我是好听他的 他告诉我 他说 这叫什么生命 我的事业 做到现在 最好 他就突然间 拿走 我的 我的生命 这叫上帝吗 这叫佛菩萨吗 我不信这些东西 他怎么会 对我这个样子 一生就在 抱怨的 非常厉害 我了解 一听 我就知道 这个人 这是在我们 做这个临终关怀里头 就是碰到一个 很刚知道自己 是这个末期的时候 所产生的心理状态 他慢慢会比较好 但是我只能听他讲 但是那一次 我还年轻 真的 我也没有那个 那么好的 这种功力 可以跟他 好好的再谈下去 因为他对我的 主抗很大 而且我只跟他谈一次 就没有再谈下去 因为他往后的变化 他有五个阶段 他是在第一阶段 但是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生命世界里头 你不得不去把他认识 你不得不去把他认识清楚 怎么走 都是你自己的 生命的 一个 很自然的 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没有人 可以比较 都是唯一的 独特的 没有第二个 问题是 你对他的看法 如果你对这一个 自己的东西 那么不满意 那你就不满意吧 如果你还能够说 嗯 我们就 拜一下拜一下 我也 欢欢喜 走完这条路 我觉得也很特别 我画这幅画 也很 很有特色 我经营这个人生 也觉得 很美好 你把那幅画 那他还说 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你看看 我画这幅人世的画 你觉得如何 我画得好漂亮 对不对 很有创意 对不对 那叫多人 那叫智慧 如果一定 只有一张画的 跟别人不一样 就觉得自己不如人 愿望啊 舍的道理 是舍弃这些 以后 你才看到 那生命的真理 我们今天 讲到这里 圆满 是舍弃这些 对不对 是舍弃这些 是舍弃这些